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 基本上是周一涨 周二跌回去 在昨天的话 基本上是把周一的涨幅吐回去了一半 目前继续是保持在大盘3150点左右 那欧洲昨天三个国家涨幅也非常之小 是涨幅都在0.2%至0.5%之间 但是要提一下的是 美国的股市昨天是再刷新高 其中道琼斯指出再创下历史最高点 那美国我们之前说过 它可能在需要两次甚至三次的反复之后才能上 没想到它在两次之后 就是现在是道琼斯指数是直接往上 看得出来这个美国股市目前依然是非常的强劲 那么其他方面呢 这个石油价格昨天下跌了1.5% 目前油价逼近 美国油逼近了52美元一桶 黄金价格呢 则再创新高 目前是维持在1230至1235附近 在1235之后呢 预计还会有更多的走势 那么要提一下的是呢 在昨天公布的消息来看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正式跌破了3万亿美元大关 同时呢 英镑则因为呢 英国首相提案在下一会 英国的下院得到了批准而出现了大涨 那么在今天我们首先要看的是这个热门话题啊 要讨论的呢 就是说一下的是 这个我们知道昨天澳洲央行是出了最新2月的利率声明 同时呢 我们也聊一下昨天一个大新闻 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呢 是跌破了3万亿的关键线 那我们都知道在昨天澳洲时间下午2点半的 澳洲央行是出台了最新利率决议 继续维持澳元现在的历史最低价格 历史最低利率1.5%不变 那我就给大家来说一下 昨天澳洲央行呢 都说了些什么 那其实呢 我们知道呢 澳洲央行的每一次利率决议之后的这个利率声明啊 它就像我们小时候学习写作文一样 它这个格式啊 基本上都已经定下了 总的来说呢 就是先说国际情况 特别是国际的经济情况 第二呢 会说到澳洲的经济情况 包括失业率啊 房产价格啊 工资水平啊 和通过膨胀这几块 接着呢 会谈到呢 澳元的走势 最后呢 还会说到一下呢 对于未来的展望 所以呢 基本上这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呢 由这4到5块来组成的 那在昨天 国际方面的话呢 说到呢 美国的目前的经济恢复情况 依然是不错的 但是呢 中国在2016年 下半年的涨势呢 主要是由于呢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以及呢 房地产的支撑 所以说 对于中国在今年是否还能够持续 去年下半年的这种涨势呢 还是表示了一些怀疑 那么在澳洲本地经济方面呢 总体来说 由于这个过去的半年呢 矿业 特别是资源和煤炭价格呢 连续上涨 使得到澳洲呢 本地的很多企业呢 得以生存 或者说呢 从过去的阴影中 走出来了一部分 但是目前呢 依然是澳洲的企业呢 对于未来中国是否可以持续 目前的对于资源的这个 要求或者是需求报以怀疑 因此呢 并没有增加太多的矿业的职位 这个呢 可以从失业率上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总体的失业率是保持不变 但是呢 由于新增 这个劳动力市场人口在增加 因此基数上升以后呢 这个失业率的好坏情况 则没有原来的这个数字那么好看 接着还是老生常谈 说到了这个澳元的问题 澳元的关键或者说是合理价格呢 还是控制在0.70至0.75以上 0.75之间 任何的价格在超过0.75以上呢 都会被认为是过高的价格 可能会影响到澳洲的经济 那么我们总的来说 在昨天澳洲央行的利率声明中呢 并没有说明太多的 或者说太过于过分的这些言论 所以总的来说 我们对于这个澳洲央行在昨天保持利率不变 依然是符合了市场的预期 那现在的关键呢 其实澳洲央行自己也不确定 未来的经济呢 是否能够持续过去半年来以来的 这个良好势头 这个良好势头呢 也主要是由于资源价格的回升所带来的 所以说如果中国的经济 今年能够有所起色带动澳洲的话 那么说的不定还有所好 那如果中国的经济经济在下半年继续放缓的话呢 预计铁矿石的需求量还将持续不了太久 那另一方面 我们知道昨天一个重大的消息呢 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啊 是正式官方宣布是跌破了3万亿美元的心理大关 我们知道中国的外汇储备呢 曾经最高峰是在2014年 当时呢高达4万多 4.2万亿 现在呢仅仅是只有了3万亿 下跌幅度呢是超过了25%以上 那么这么多的下跌 而且呢是建立在中国的外贸出口呢 是每个月都是出口大于进口这样的基础之上 换句话说 每个月呢其实都在赚美金 但是这个外汇储备还在下跌 这说明啊 除了外贸以外流出去的资金 是比进口和出口这个盈余还要大 那其实呢我之前也分析过很多 就是综归结理啊 这个外贸现在特别是 中国的外汇储备下降的这么之快 主要一个原因呢 就是现在的人民币的汇率 不具备可持续性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两年中国为了刺激经济 是大量增发了很多的贷款 就是人民币 那么因此呢 人民币在境内的时候呢 或者说在国内 是在实际的购买力中 是遭遇了很多的贬值 我们从不论是蔬菜水果 还是房子等等上面都可以看出来 这个在很多的地方呢 其实这个物价数字上是非常之高 但其本身价值呢 如果你以国际产品来比呢 它其实还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或者说不值这么多钱 那这就反映了这个货币的国内的价值 和其目前汇率的价值存在着中间的差别 一旦存在着差别就会引起投机行为 所谓的投机行为呢 就是大量卖出目前人民币的资产 换得现在呢 其他货币的资产 所以国内目前很多有钱人 依然是在不断地换取人民币 买入美元 那么这个方面呢 我们知道这一点到目前为止 依然是没有改变 其主要原因呢 还是因为呢 国内可以赚钱的地方比较少 特别是在去年下半年以后 房地产市场被遏制了之后 民众手上有钱但是没有地方投 因此如果在没有地方投 没有地方能够钱挣钱的背景之下 如果人民币一旦继续在贬值 那么这个资金流出的速度还将继续延重 所以归根结底呢 要抑制这个资金外流只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实体经济能恢复 或者说中国可以给人民币提供投资的途径 在国内更加丰富 把钱留下来 那第二点呢 如果国内的经济呢 还在转型中 可能还会放缓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必须调整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 让它能够更准确的反映出真实的价格 那么最后呢 投资者需要今天再注意的事件呢 在晚上一直要到晚上凌晨两点半 美国会发布他们每周一次的原油储量数据 因此今天晚上 对于油价来说波动可能将会比较大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ld 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